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Austin 股神巴菲特一直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投资人物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巴菲特在上次的伯克希尔大会上已经坦深的说出 公司已经完全脱售了所有的四大航空股 这也意味着股神非常不看好航空股在未来几十年的趋势 也担心疫情不会在短期内受控制 所以会严重影响航空业未来的发展 他这次出售所有的航空股,也让他损失了50% 除了清空航空股,巴菲特也减持了金融股 同时也有一些人像Elon Musk和埃及的富豪也批评股神说 他对一些股价的看法是错误的 虽然伯克希尔亏损了几百亿美金 但是他们却有一千多亿的现金在手上 一直迟迟没有购入股票 也让很多人怀疑股神是不是觉得现在的股价太高 不是最好的买入点 还是还有下一波跌幅在购买股票 一直到了5月21号 伯克希尔终于有了新动作 就是增加了对Liberty Media的持股 这是一家美国的媒体公司 Liberty Media Corporation 我叫代号为LSXMK 这个念起来不是特别容易 不过我还是要再重复一次 是LSXMK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会想立刻购买这只股票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1年 所以不是一家很老的公司 由于这是一家媒体公司 所以它的业务跟其他美国的媒体公司差不多一样 就像它就有跟AT&T合作过 这家公司资产也很广泛 从媒体到体育、棒球以及F1赛车都有 然后公司的PE值是在18.9左右 所以是家很不错的公司 根据SACFORM4的资料显示 伯克希尔是在5月21号的时候 加仓了24万股 它原本就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不过这一次还又再加仓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加仓的平均价格为32块美金左右 就是大概在箭头的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它加仓的 然后呢这个股价的最高价是在51.36美金 而现在是36块2毛2美金 所以以现在的这个价格来算呢 是算是被低估了 所以未来如果会涨幅到之前的51块美金的高价 那还有很大的涨幅空间 最近股价也有上涨的趋势 就意味着有人正在逢低买入这只股票 估计巴菲特买入这只股票的原因是因为相较于其他的股票 这只股价被低估 所以适合长期持有 这也符合他的那个投资策略 而且年底美国又要大选了 所以媒体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应该会有很多广告的收益 所以业绩来说应该在未来是会比较好的 从技术表面来看呢 马尔这只股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以巴菲特的性格来看 长期投资这家公司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公司的债务现金的状况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是个很不错的投资项目 然后在周三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突发情况 那就是SpaceX计划的太空探索 本来是一个大看头 很多人都守在手机面前想要见证这个时刻 可是刚好天不错美 所以这个计划就要被迫延迟到了周六 这个火箭发射的计划呢 也会对一些股票有一定的影响 像是之前就有跟NASA合作过的波音 以及也拥有相同的CEO的特斯拉 所以如果想看了观众 也记得调好那种不要错过这个时刻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记得订阅加关注我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